歡迎來到可以蓋瓶瓶 今天一樣來搞退潮 只是現在水位還很高 人站下去大概淹到腰也傷 就是因為這個高水位 所以我決定用比較長的桿子 用比較長的桿子 試試看能不能拋有一個區域 發現 儘管我這隻桿子八尺 然後用了七克Vivigan 再加上蛋蛋已經是低風俗了 還是沒有辦法拋到比較多雨的位置 到現在也掉了兩條 也是比較遠的地方種的 那接下來呢就只能等潮水退一點 然後人不得不為了限時地圖 所以我今天穿那個碩士地罩 天明哥就要來泡泡這個水 看看我們回去之後 會不會有過敏反應 現在就是壓檢跑了 等水位第一點之後就往下走 不然天太高了 我的包包會濕 這一桿河一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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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要釣到魚還是可以走出去啊 還是有機會啊 要有過半都有機會 這邊就是這樣 比較靠岸的 有一個地方會不會偏遠 現在水位應該差不多了 可以嘗試著走出去了 然後找個比較前位置 開稿 究竟回家會不會 胯下仰勒 晚上不知道 這邊已經顛過我的胯下 這往前走而且反正 魚比較遠 走到樹叢的右邊 這邊的水真的是淹不到我的胖胖 所以是可以好好掉 OK 就這邊 順著風泡剛剛好 理論上這樣子 曲率就變高了 畢竟這些搜索範圍 就是在魚 會有魚的地方 中了 第一桿就中了 是 是不是 有說魚在比較外面的地方 看應該會不會魚都大了 水會高一點 應該會比較有機會 這邊釣最大就25而已 沒有更大了 看有沒有覺得這邊搞得30 是不是 有好遠喔 好遠喔 好大 很平常的帥 喔 喔 涼型 比剛剛的稍微大一點 看來這個經過的路線不好 沒什麼 應該就往前走一點 然後跑遠一點 盡量搜索 沒有收貨的範圍 如果 都沒咬的話 因為魚進來就是 在那邊做一些事情 那它有可能會只待在同個位置 你只要經過它就咬了 所以 通常我是堅信著 那邊有 有個經過它旁邊 所以我會盡量 每一個都丟不同的位置 沒咬到 上面有魚 那個方向有魚 搞那個方向 搞那個方向 哇 上面 這個那裡 一定不二五 一定不二五 好 喔 喔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欸咻 哎呀 這隻有三十啊 欸 這尾巴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應該有三十 哎呀 終於在這邊搞一條三十耶 我們去吧 不枉被我跑 反正 再多是魚子 前面那個位置 看有沒有機會掉到第二條 那個方向我之前都沒在掉 我之前都掉了幾個月 想不到那個方向的 魚比較大 就是也有可能是曬到 看你剛剛在想說曬到 沒有第二條啊 因為魚真的很少 要不要第二條 不過 今天就整個區 應該那麼大的 啊 平道 新滿運行 我現在就是 隨便跳啦 隨便跳都好啊 一條大的 比過十條小的 對 現在不是辦法 要順著風拋的話 必須稍微往下面走 不然現在都沒什麼咬 對呀 沒有找魚群 稍微移動一下 哎呀 終於 找到魚了 這個 這個 有二十喔 天理門不太好找 好 好 好 欸 掉了 連經過的路線 剛好都沒做 原因 這樣平常掉 有很多差異啊 竿子不一樣長 玩的牽重不一樣 然後手指的範圍不一樣 所以到底是 比較少魚進來呢 還是我剛好都拋鎂魚的位置 不好驗證啊 我也是 其實可以把它換成3.5克的錢 是跟平常差不多 不過我就是想要拋比較遠 好啦不然我就換成3.5克 看看咬抱會不會有差一點 好 看來這 天理門就比較少 天理門真的比較少 通常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 沒什麼表現的情況 我就會做一些改變 換位置 或者 換點 所以我決定 換點 就不如 欸 店不如 又有水呀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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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